Hello大家好,我是艾雷 那大家呢,用的都是什么网盘呢? 你用阿里云盘吗? 那阿里云盘呢,自从出来以后呢 因为它上传下载不限速 所以很多人在用 那它里面有一个福利社 那现在呢,它有一个每日签到的一个活动啊 我们只要呢,每天去签到 然后呢,它这里面呢 我们满签到几天之后 就会送你什么空间啊 什么影音体验卡啊等等啊 那这个签到每天 我们自己签到还是比较麻烦的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自动签到的一个小工具 设置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是因为最近的金山文档 它推出了一个这种叫效率的工具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高级开发的工具 然后呢,就有大佬针对于这个功能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脚本啊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在这个文档当中 简单的试制一下 哎,就可以实现一个阿里云盘自动签到了 那我这边已经设置的是 每天五点执行这个脚本 它就可以正常签到了 好,首先呢,我们是需要一个这样的脚本文件 那我这个脚本文件呢,待会的话我会复制一下 复制这个链接呢,发在视频下方 大家直接在视频下方获取就可以了 那当你第一次打开这个脚本之后 你不要在这里面直接改就是这个文件呢 这个文档是在我的这个文档当中呢 你要把它呢,点击左上方有一个三个横杠 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一下另存为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副本或者是点击另存为 然后你这边呢,可以给它改一个名字 比如说改个55666 好,然后现在呢,另存为并打开 好,那这个时候呢,你打开之后呢 它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文档了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这是一个提示啊 就是告诉你怎么用的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删除就没用了 那现在我们就会获取阿里云网盘的一个token 把它填进去 进入我们的阿里云盘之后 然后按一下F12 然后打开开发者工具 因为我用的是Edge浏览器 你用Chrome也是一样的 Edge的话,它这边是显示的是中文的 好,那现在我们进去之后 在这个里边找到这个叫应用程序 本地储存 找到这个网盘 然后找到这个token 然后我们往下翻 我们找到这个refresh token 这个啊,然后复制这个码 这个码就是复制一下 制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填到这个里边 好,填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填好之后呢 你就点击上方的这个效率 我们会看到一个高级开发 然后它有一个编辑 编辑器 其实在这个里面 就是这些编辑器的这个GGC代码 其实它才是一个重点的内容 也感谢这个大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么方便的东西 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下运行 好,点击允许 好,它下方呢就开始运行这个脚本了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签到一天就签到成功了 那我们如何去设置它的定时呢 我们在这会看到一个定时任务 在高级开发里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创建一个 比如说每天 每天基地 随便选个时间就可以了 下方选择我们这个脚本 然后点击确定 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阿里云盘 就每天就会在你设定的这个时间呢 就会进行一个自动签到了 同样 如果你有多个阿里云盘 你也可以在这添加多个这种Token 然后同样也是可以每天自动签到的 所以这么方便的一个工具 简单的动动手 就可以每天 这个耗阿里云的一个羊毛 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 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